第二就是講我們的另一個政治領袖,大家講講梁振英,是不是聽聽那段片? 第三條片 第三條片其實是延續我們上一集說鄧小平那件事,其實就是有學生問他,你剛才說領袖要有承擔,他就說曾蔭權說得與治平一樣沒有承擔表演,他就問你對劉曉波羅諾貝爾獎有什麼看法,結果梁振英就看了這條片 大家都知道他這個政治領袖演說其實就是講他的政綱,一開始就說,我不是講政綱,其實就是講政綱 其實人人都知道他講政綱,所以各間電視台都可以直播那場在中大日夫書院州會那裡演講 而我們就在這個政綱看到這個人的思維是怎樣,其實他講的是什麼呢?是怎樣看貧窮問題,分配問題,住屋問題,他是怎樣去理解這些問題 他呢就是,好,讓我們看看這條片先 最後那位師同學,就是第一位師同學問那個諾貝爾獎的問題 師同學提了一個人的名字就是劉曉波先生,我提多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也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是沒有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我用這三個人的比較來回答 所謂的問題,一位鄧小平先生,我對鄧小平先生的形式多於我對劉曉波先生的認識 另外一位呢是奧巴馬總統,我對奧巴馬總統的認識也都多過我對劉曉波先生的認識少少 這三位人士,去年的和平獎得獎人是奧巴馬,大家有很多的評論,即使在國外呢,都認為奧巴馬總統不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今年是劉曉波先生,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要拿諾貝爾和平獎,我一點是不是很明白的,為什麼第一個拿諾貝爾和平獎的人,不是中國的鄧小平先生? 多謝大家 這些中大學生都有些人白的手掌,你覺得鄧小平為什麼不能夠拿諾貝爾和平獎? 他自己都說,六四的事件現在都還沒有,真相還沒有出現,都還沒有知道 一個負爭議性的政治領袖,怎麼可以給他諾貝爾和平獎呢? 我們講一下,鄧小平的前半生,鄧小平的前半生大半是大軍隊打仗的,他是二野的政委,三野聯合作戰的政委 這個就是殺人刑野,這個都不要說了,這個是解放前 好了,然後到反右那刻,他是大棋手來的,所以反右一直都不能夠平反 其實是,鬥了百幾萬人,結果最後不能夠平反,只有幾個而已,就是鬥錯了九十九萬幾個 害到那些人傾家蕩產,跳樓,自殺,很多人,就是這樣 好了,然後你回來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他說他拿和和平獎,因為改革開放 但是其實改革開放是一件完全應該的事情,49年前中國都是開放的,就是這樣 還原而已,只是還原而已,但是他做了兩件事,我未見過有一個人可以做這兩件事,可以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一個就是情願戰,當那個人主動發動一場戰爭的話,那個人之後能夠拿諾貝爾和平獎呢 這個是匪夷所思的,就是布殊是不是可以拿諾貝爾和平獎呢 他的狼編就可以了 就是情願戰,有人說打越南,說越南先打中國先,那些完全是藉口 根本就是要打越南,就是為了越南不給他面子,去打柬埔寨 以及教訓,因為當時他當時是蘇聯的走狗 做一件這樣的事情,就是怎麼拿諾貝爾和平獎呢 第二當然就是六四,開機關槍屠殺平民 就是兩件事加起來,就是鄧小榮憑什麼拿諾貝爾和平獎呢 就是梁振英就是,我想他就... 他是壞腦還是怎樣呢 我想他... 他自己無需要這樣說,如果他... 他就是不與治平的,或者輕輕淡淡的長大就算了 他回答不了不與治平,因為他問了學生說 從政要有承擔,所以他一定要回答一個明確答案 是 我看看他的思維水平是怎樣的 一講貧窮問題,香港有貧窮問題 譬如說,香港有農屋媽,答案是不僅有,數目環而萬計 他覺得這是很偉大的發現,就是蔡英文 這個新聞透視,或者港台那些都拍了很多次了 我不明白為何是他的獨有發明 好了,又他提出怎樣去解決樓宇的問題 大家看看他說的幾件事,這是很嚴重的 第一,是想填海 他說不在維海填,是不是可以在維港西面的青州那裏填呢? 他完全不知道現在是任何的填海 都是環保分子所不能夠容忍的東西 他之前也有說想減少加夜公園的理論都出過來了 是啊,我一會兒就這樣說 第二,我告訴你,住在龍屋和板間房的幾萬個香港人 他說如果建房子給他們,就需要六百億 那你用六百億建了這班人 這班人就不住在龍屋和板間房 但又有些新的住在龍屋和板間房又怎樣呢? 又租過龍屋和板間房又怎樣呢? 你告訴我,這個問題是不是因此解決了? 是嗎? 好了 他就是講到你講的一件事 私人住宅面積,中位數不到五百呎 我們是不是應該多一百呎呢? 那需要用多少住宅用地呢? 我們怎樣規劃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香港土地呢? 大家有沒有共識? 如果沒有,我們盡快凝聚共識 其實就是想縮減這個農地和郊野公園 是的,他以前都有文章,長文講過這個項目 我又問一下,是不是香港人所能夠同意的呢? 是嗎? 這個就是貧富懸殊本身不是問題 貧富懸殊本身不是問題,我覺得這個已經錯了 貧富懸殊本身就是問題 就是這樣 這個,如果你說貧富懸殊本身不是問題 就即是說 那個差距不是問題 那個實際生活水準是怎樣是問題 那個實際生活水準呢? 香港最窮的人的生活水準 都比甘肅、蘭州那些地方好多的 那個問題不是,那個問題就是差距 你明白嗎? 他對那個問題的了解已經完全錯了 真正的問題是收入低的一群工資太低 而且相當一部分低工資的工人收入還不斷下跌 為什麼呢? 他完全沒有一個political insight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一下子就說 因為有些人反對最低工資立法 那麼香港從來都沒有最低工資立法的 但是我們看到 那個貧富差距 那個越來越嚴重 不是 是之前是不停改善的 由四幾年一直到1976年 由1976年呢 一直開始嚴重 他對這個問題 我可以說是完全一無所知 就是這樣 而且我覺得 如果他覺得這個 最低工資 可以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呢 我自己覺得他太天真了 因為無數有最低工資的地方 貧富懸殊都是很嚴重的 因為呢 你還有失業的問題 這個 於是他就建議香港的政策要走位 就不用走鬼 又不用走鬼 那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做這個 不是 我們的貨櫃碼頭不行了 我們就用這個 航運服務中心 這個 用這個 開一些碩士課程 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以及配合這個珠江三角洲 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等於 是用這個 政府的力量去推動某些行業的發展 這些事情是非常危險的 就是不能夠經常使用的 因為呢 有時候是完全錯到很離譜的 就是我講 兩個最大的例子 香港幾個最大的轉變 都不是政府推動的 一個就是 在五十年代開始的工業化 和八十年代之後 將工廠搬回大陸 全全都不關政府的 就是民間摸出來的 而政府做的科學員那些 是無因不失敗的 工業村 科學員那些是無因不失敗的 而他就相信政府應該推動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問香港人 是不是過分依賴國家給予經濟優惠呢 他的原理就是 說是的 當然 這個我當然是完絕對不同意 就算到今天開始 今天為止 香港人 在中國的投資 是佔了中國 外地投資的四成以上 是遠遠超過中國在香港的投資 另外香港人在大陸的消費 就遠遠超過大陸人在香港的消費 那樣東西還是不是對等的 因為我們是完全不抽稅的 那樣東西完全不是對等的 但anyway 即是他作為一個 即是他作為一個 即是大政治家 這樣說這些 他經常想塑造自己一個平民領袖 又說自己會搭電車 搭地鐵 又吃快餐飯盒 又說 以前那些領袖 即是我想 那些人就說他轉唐英年那些 是 沒有什麼真正去提出那些貧窮問題 沒有什麼去正視那些貧窮問題 但他就有這樣 是的 但他講 其實他整個政綱裡面的說話 都不夠他的鄧小平理論 因為蕭先生你好好幫他分析 其實沒有人討論過 所有的部長 你幾天都是說 即是他後面那一套philosophy 其實是很淺的 即是完全看病 是看不到病原 也沒有針對病原去解決 是的 而是 那些蛙還取種的 人家說他07年之後 你突然這麼關心基層市民 就是這樣 只剩下幾分鐘 是不是要播出小孩的影片 我覺得是很得戚的 我播給大家看看 那個磚薄咀的四歲小孩女兒 就是這樣